大家好,歡迎收看日跟頻道,我是十九肥仔 我想現今社會去旅行應該都成為了九成人的嗜好 我以前做保險公司的時候,新Agent進來就要介紹自己的 基本上十個有十個都會說自己的興趣是去旅行 我想找個好像我這些不喜歡去旅行的人已經很難了 大家去旅行的時候,有沒有試過整個家族去旅行呢? 早前網上就有一篇文章,標題就是不要帶全家人一起去旅行 人們看到這篇文章反應都非常熱烈 話說有個年輕人做兼職賺到錢,他都非常有效心 就計劃帶全家人去廈門玩一次 帶家人見識一下,也凝聚一下家人的感情 誰知就開啟了他自己的地獄之旅 誰人都知道,做食飯攪手就慘過做泥工 做旅遊攪手就慘過做雞 做家族旅行的攪手,我也不知道要怎樣認紅了 這位年輕人為了這次的旅行,留夜做了整晚攻略 安排了三天兩夜買什麼吃什麼 一家六口的高鐵票都買了 也是準備了全家有機會用到的東西 一去到目的地就已經出現麻煩了 去到當地他弟弟只是想吃賢得機,其他什麼都不想吃 他爪爪又只是想吃麵不想吃飯,他只好兵分兩路 他媽媽就去暴行街看看衣服看看食物 然後买了沙茶麵和燒鮮草,打算帶回去給兩路吃 誰知他爺爺知道價格後嫌貴一口都沒吃過 他弟弟又是一個煩交 選飲宅食也算了 又不喜歡走路 一見到椅子就會坐下甚至睡著開著電話打機 最慘弟弟會暈車浪 但無論在地鐵上還是巴士上 都質疑要開著電話打機 最後搞到弟弟在巴士上吐到這位年輕人的身上 後來他們整家人回到酒店 這位年輕人特意訂了一個複色雙層的房間 價格大概是600多人民幣左右 大一點好住一點 然後他媽媽就問他 這間房間價格是多少 年輕人也知道老人家是折劍的 對錢很肉痛就隨便跟他說 說是100元而已 可能他媽媽就覺得這樣很便宜很抵住 他就自己走前台問工作人員 逐多一晚要多少錢 誰知一聽到價格原來是600多元一晚 整個人就立刻嚇倒 並且要求這位年輕人 馬上訂明天最早的高鐵票 不玩了 先走了 先走了 下次再玩了 刮媽出完招 當然到阿爺出招了 他阿爺就以為坐的士是按人頭計 就在凌晨2點瞞著全家人 打算逃步走去高鐵站 誰知又盪失了路 搞到要老豆凌晨3點走出去 找阿爺回來 就是這樣 原本精心安排的三天兩夜之旅 第一天就已經令這位年輕人 感受到崩潰和無奈 並且發誓以後不會再帶全家人一起去旅行 有不少網友看到這件事都說 為何你這樣三代人一起做同一件事 三代人同時做一件事 而沒有矛盾 通常只有在池塘莊香才會發生 有些人也建議他 在整件事看到 他父母和年輕人同一條陣線 所以就建議他 以後去旅行帶父母 留下爺爺媽媽在家煮飯給自己弟弟吃 這樣就完美了 也有些人又說 老人家沒辦法 但是你弟弟就要好好收拾他一堆 有不少人也分析狀況 就是可能老一輩的人 他們對貨幣的價值跟我們差太多了 平時也不太接觸外界的生活 如果自己老了 弟弟跟他說 一晚要綠皮 可能他自己也呆了 其實是的 老人家以前年輕時窮 所以他們即使老了也是很省 但是有時省得過份 就是沽寒的了 最慘就是有些時候不止沽寒自己 還要求別人和他們一起沽寒 他們在製造苦難經歷苦難的同時 有時會無意識拖起後代一起去體驗這種痛苦 有些人就覺得 那些長輩也是為年輕人好的 但是這些純粹是好心做壞事 旅遊求開心 那孫子自己出錢出力 怎知道就要被家人掃興 所以有些人都說 有些人是注定沒有福享的 同時也有另外一個人分享了一個故事 就是河南的一個女孩子 帶著母親跨省去南京旅行 這是他母親第一次出院門 也是女兒人生第一次去旅行 老母就是農村婦女 從來未試過去旅行 平時在家裡連去縣城都很少 所以女兒就計劃帶母親去南京玩 讓自己母親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 原本一路上都好地地 怎知道就在回程的時候發生了爭執 老母一開始就想省錢買坐位算了 中途的時候又說坐到屁股都痛發脾氣 那位女孩子就唯有轉臥鋪 硬床的臥鋪 但是上下床位都已經被人買了 她唯有買中間的床位給自己媽媽 買之前還跟媽媽商量過 媽媽也很爽快地同意 怎知道一去到車廂又開始發脾氣 又說自己上不到中間 不要睡 那女孩子就不斷想各種方法 可以幫她媽媽睡得舒服一點 但她媽媽依然不理外人的眼光當眾不斷指罵她 一路罵女孩子唯有不斷苦笑 心裏非常難過 有些人看到這個故事之後 就認為這一次旅行 可能隨時就是這位媽媽 最後一次跟女兒去旅行 因為女兒以後可能都不會再帶她去旅行 也有不少人分享一些跟長輩去旅行 最難頂的事 經常被長輩問長問短 有個年輕人就說那時暑假和家人去旅行 那些長輩就在等車時不斷問她 什麼時候找回男朋友 又或者之後畢業想著繼續讀上去還是工作 整程旅行就不斷被人問長問短 令到她覺得原本開開心心出門口 就是想放鬆一下 怎知道去到都經常要拉回她來現室 下下要在這裡討論人生大事 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破壞美好的氣氛 這件事我也覺得挺討厭的 我自己也試過跟家人去旅行的時候 等著飛機 排隊上飛機的了 問我工作情況怎樣 大哥說你讓我休息一會行不行啊 我去旅行為了放鬆我就是不想想工作的事 問到我答不答好 說不答又沒有禮貌 答了我自己又破壞自己的心情 有時看到有些長輩在問那些小朋友讀書讀成怎樣啊 人家讀了一整年 你讓人休息一下 還在問問問問問那麼多做什麼 人家說辛苦說累你是不是幫人做功課啊 這些事我也覺得那些長輩是需要改一改的 即是他們可能覺得自己關心人是關心 即是沒錯 這個是純粹他們自己的想法 覺得自己是出於好心的話就做什麼都沒有問題 他沒有想過這種關心是會對人造成壓力 或者對人造成不開心的 而你不接受他的好意呢 你就有問題你就沒有禮貌 我想大家應該身邊都已經有不少後輩的了 在這裡奉勸大家一句啦 有幸有些年輕人啊 肯跟我們這班老人一起去旅行 大家就不要掃他們興啦 開開心心玩一轉 你好我好大家好嘛 還有建議大家 如果真是想帶一家三代去旅行 你就真是不要這麼笨什麼都自己做啦 你試下報下那些旅行團包個團 有什麼事都不用自己上身嘛 是不是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各位朋友 大家又有沒有打算過 帶一整個屋一起去旅行呢 歡迎留言說下大家的意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